在晚上点头 说痛就痛以后 未必要遗憾 今天你们叫周冰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音乐 风玉堡 我是大佐 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李宾周比唱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大来宾 李宾周比唱 过年的 你说点吉祥话吧 吉祥话 就是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然后反正我每次过年我都不会说一些什么万事如意啊 大家一般说的我都会 那今年是蛇年 我就祝大家在蛇年 然后可以狂舞起来 哈哈哈 这是什么 金蛇狂舞嘛 所以在年串着小青了是吗 啊 对 我也没有想到 哈哈哈 金蛇 哈哈哈 今天其实是 我们今天播出的时候是大年初三嘛 大年初三你应该在哪里啊 我应该工作了吧 工作吧 这么多就工作了吧 对啊 因为 呃 因为其实一直都在准备新春集嘛 然后所以 呃 过年的时候 因为其实时间比较紧 所以过年的时候应该 嗯 嗯 就 过一个除夕初一 然后初二就开始工作了 所以你还是会回家 然后跟爸妈大概过一个除夕 过个初一 对 然后基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 对 然后基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 对 干嘛还要搞这么累的 那 为了专辑呗 嗯 对啊 是自己愿意的是吧 那当然 不是公司抢锅的 不不不不 我 那也没时间录了 那如果再不敢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既然你都这么勤奋了 接下来你要做一些非常勤奋的事 是 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全买不到的礼物 是的 哇 哇 好多了 我都好想要啊 我这些我都没有 是 对 而且 还是非卖品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份怎么叫有钱买不到呢 对啊 你看有 麦当娜 然后 Coldplay 嗯 然后 这个是 葡萄萌 哦 《Mero 5》 然后 Lady Gaga King 什么 No Doubt Rolling Kitten 对啊 Lana the Ray 好多人的专辑 就是一下子这些全部要送出什么 这应该是12年 然后火的专辑呗 都是 好 那如果各位想得到的话 叫锁定我们今天节目了 而且你会一直在陪着我们 对不对 是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中的哪些精彩内容 音乐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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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卡子 怎么还是卡了一下 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叫做全球好声音 对对碰 今天对对碰的是谁 今天对对碰的是两支乐队 然后都是非常喜欢开演唱会 开演唱会 对 然后演唱会 也就是 每次开演唱会的气氛 然后都很火爆 人都很多 对 一支呢其实是国外的嘛 国外的代表是 Cold Play Cold Play 其实我好像 因为我们俩是同一年的 所以我好像也是我小时候 不是小时候 高中开始就比较喜欢的一支乐队 对很早了 应该 呃 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Yellow那首歌吧 就是江洛子的那样专辑 就是Yellow 嗯 然后后来呢 然后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亚洲的代表 哦对 五月天 非常火 你有去看过五月天的演唱会 好像没有 现场演唱会 好像没有 但是但是我有看过那个什么 可能一些片段什么的 而且我也有听说就是 反正都会听到一些什么演唱会的讯息嘛 因为自己要做什么 但是每次五月天的都非常火爆 很多歌手最羡慕五月天的一点是 不管在哪里开演唱会 不管多少人那个票都卖得掉 对啊 而且戏分都很好 是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从包括演唱会的 号召力啊 吸睛力啊 还有两次的体力 看演唱会有很多体力嘛 在各方面进行一个精彩的碰撞 好 所以现在一次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全球号生 ório 好的 四位 大家今天是给你们大大好音乐的音乐 风云棒 我是大泽 我是tit á Scottish 委嘖 Map þ Okey 今年 종�ll 有一个音乐叫做 廿乞 什么叫 我可能对缅声长比较熟心一点吧 因为我自己就是个道央 你现在已经这么玩ного laid out 没有 已经走出了内上的阴影了 没有 不不不不 还是有内向 不过你好像真的是在你生长当中了 没有 我觉得发型也有关吧 我们俩身就差两间多 我们俩很接近 不是 你换个我这个发型 然后也会 就是你生长 对 特别 一下就年轻十岁 不是 我喊你弟弟姐姐你会吐吗 算了 没关系 现在也有喊我阿姨 其实我讲到你也会讲到很多 比如说今年其实 夏天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电视节目 然后也出了很多的一些优秀的 一些歌唱的选拔的比赛或者是节目 其实他们这个渠道也是输送了很多人才 毕竟你也是从那走出来的嘛 对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哪个节目是相当多于最火的 今年哪个节目啊 对 就是 呃 要演一下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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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一下 I need you 那叫 I want you 没有 我换一个 换一个方式 都一样 I need you I want you 傻傻分不清楚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听好看的音乐风云榜 我是周比唱 大家好 我是大佐 非常开心能够接受BB的访问 我还不会 卡住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 这一下后我又卡住 那我来问你好了 好 最近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微博上一起热议 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英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歌唱比赛走出来的 然后她也出现到了北京游会的那个 伦敦八分钟当中 就是Leona Lewis 她最近翻唱你的一首歌 你那歌名真的有点奥口 你再说一下那个歌名 I miss you miss me I miss you miss me 你听过她唱的单本吗 我听过 但是你们俩谁唱得比较好 官方的说法就是 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 好好棒 这个我们会见到 真实的呢 我好 这么不犹豫 其实我跟你说 说起来你们俩其实都是唱将型的 然后也都是从一个歌唱的节目当中出来的 然后我们也其实也看到了2012年 有很多逆袭的一些歌唱的选拔的一些节目 这些节目当中选拔这些信任当中 有没有你其实比较知道 或者说也比较关注的 就是 要往后退了 往后退了 你还急切不到 没有 我想演一下 没有 你演 就那个 他不是这样的吗 胡莫超是吧 对 你跟他是因为录节目一起才认识 对 录节目一起认识 对 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非常他个人特色了 对 我觉得其实音乐 就是如果你要让别人记住的话 就还是需要 有自己一个特色的东西才会让人家记得住 其实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嗯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片子呢 就是 我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新人的 好 你觉得自己很辛苦我跟你说 因为其实每一年都 每一年都很多人的出现 来看一下你未来的竞争对手 都是好 好啦 今天是大年初三啊 嗯 我觉得我们俩聊得还那个挺开心的 是 虽然我们俩在一起红配绿 哈哈 我结尾会才发现这件事情 没有 大年不就是 熙熙扬扬 就是红色配绿 对 那个今天当主持人的感觉怎么样 当主持人 好像没有那种就是 八天宣传那种压力 然后上来就开始聊那些什么专辑啊 就是说的话 背一万遍那种感觉 专辑出了还是会要的 哈哈哈哈 还好吧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 接受节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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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了 看人了 对 你说我真的好高兴啊 哈哈哈哈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 未来考虑 当主持人什么的 呃 自己一个人还是算了吧 就可以是吗 不是 我说自己一个人 学后面站着人呗 呃 我呗 哈哈哈哈 真的闹气了吗 哈哈哈 你闹得起来 哈哈哈哈 还行吧应该 在那儿笑着就行 底下人就疯了 我们就说 接下来你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没有完成 就是要送礼物 啊对 是的 所以 你要先提问 哦哦 提问啊 提问 好 今天问题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 然后给大家介绍了哪两位天团呢 嗯 拿两组天团 对 好 这两组天团到底是谁呢 好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就跟着你一起来进行下面的操作 是二维码 对 手机密码 没有密码 就是打开手机 然后呢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然后扫描成功之后呢 点一下完成链接 就可以了 好了 嗯 那电话假的 没用 好 各位 如果就是按照这个步骤来做的话 就赶紧去回答问题 也许刚刚鼻鼻 在一开始介绍的 是的 在这些专辑 对 嗯 就是你的老 说你的问题是周比唱摸过的 对 如果答不对呢 这些专辑就是我的 你很想得到这些专辑 哈哈哈 很久没听新的音乐了 行 最后我们还是要祝愿大家这个 嗯 新年快乐哈 对 也祝点BB在新的一年当中呢 世界继续维持一个 好的状态 然后把那些新年出来一个秒杀 哈哈哈 不要这样 要给别人机会 你新专辑 然后赶快出来跟我们见面 好好好 一定 好了 接下来你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 因为明天我们是全球好声音 对对Po Po Po 的是哪两人 Po 他们是一夜成名的两个代表 是 而且明天还会有我们的全球新人王大盘点 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 你愿意欢迎忙了 我是大佐啊 我是周北昌 拜拜 是 是 是 快點